《梦想剧场》 在大唐荣耀播出的那一年 任嘉伦还在另外一部剧《龙珠传奇》里有过客串 虽然镜头不多 却让人印象深刻 他饰演的是李定国的儿子李四星 之后主演的剧更是热度不断 无论是锦衣之下《天机之白蛇传》 说《木白手》还是《秋缠》 都让他火了一把 最近 网上传出了很多有关任嘉伦新剧《暮色》 《新约》的《路透》 目前这部剧还在拍摄中 官博更是一条消息也没有 看路透大家都在夸他弹跳力特别好 《木色新约》是由任嘉伦和杨颖领衔主演 改编自预警烹箱的小说 《指引木色难寻》 导演是李昂 曾指导《秋缠婆婆的卓子》等剧 这部剧是在今年1月5号进行拍摄的 拍摄周期有90天 目前还在拍摄阶段 不过离杀青也不远了 电视剧《木色新约》 是一部聚焦心理题材的都市励志剧 在寄女心理师大火后 这一类型的影片相继开拍 《木色新约》讲述了从事心理健康指导工作的刘霞和 想将自己的心理推理 小说改编成剧本的作家齐连山 二人在一次次携手合作中越走越近 最终在各自事业都取得成功的同时 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这部剧从高颜值的阵容来看 杨颖和任嘉伦确实达到了观众的外在审美要求 至于剧情如何演技能不能行 那究竟戴佳音了 任嘉伦这几年拍的现代戏也不少 之前她倒是一直都是古装 现代剧非常少 偶尔夹杂着些许的民国戏 这是任嘉伦第一次挑战这种题材的剧本 而且现代戏的服装和造型选择的余地都更大一些 期待任嘉伦在这部剧里的新角色 暮色新约虽然还没有杀青 但任嘉伦的另外一部剧《无忧度》已经有了消息 该剧目前暂定了男主由任嘉伦主演 《无忧度》是一部古装奇幻剧 由林玉芬导演联手终日顶级主创打造 《无忧度》讲述的是《尘夜未尽》 《百妖迷行》 《妖邪可惧》 《人心叵测》 《故而生忧》 由解百忧者 《渡妖度人》 《易渡情》 目前关于该剧最大的争议就是女主了 之前网上一直在传女主将会由李一同来演 后面又开始传甜西威 现在又有白露 李沁等 片花暂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于是便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 不管女主最后定了谁 希望大家不要引战 而且《无忧度》这部剧要等播出 估计还有好长时间呢 不过 任嘉伦今年也有很多新剧要播 比如蓝燕突击与君出相识请君 期待早日开播